Rain Mark 3,2,Go Rain Mark Rain Mark Rain Mark 大家好,我是Rain Mark 這次我們去了小米北京的總部 一會兒我們有機會搶先上手 他們最新出在香港都有的一部接機 我們期待已久在中於小米香港 有機會發出一部接機 我們率先在發佈會現場 跟大家嘗試新機上手吧 OK 今天發佈的接機有兩部 大接細接 而細接的Form Factor 外螢幕 就這樣樹立這部機在任何平面上 很方便自己幫自己去旅行時自拍 或是幫另一半拍照 令到嘈笑很多 而大接的相機規格會再上一層樓 兩部都有與Leica 合作研發的相機系統 大接分別有超過鏡頭、主鏡頭 兩倍浮動對焦的遠焦鏡頭 以及有五倍長焦鏡頭 大接細接這兩個Form Factor 很明顯是對焦著Samsung Flip 和 Fold 開發 但小米的接機在規格參數和價錢上 似乎是完全獲勝的 當然還有Leica 合作的相機系統 實拍後果稍後會初步試試 但當然外觀設計、造工質感、品牌效應 以至介面操作的流暢度和觀感 都可能有機會影響你的最終決定入手那部機 但不如我們先仔細看看 Mix Flip 我拿到這部是黑色的版本 另外在香港推出還有一款淺紫色 類似芬衣草、Lavender 的效果 而小米 Mix Flip 的外觀設計 它跟Samsung Flip 完全不同的邏輯 Samsung 這部感覺會比較方正和硬朗 小米這部特別在黑色的版本 給我感覺到很型格和很高的科技感 同時它應用了比較多圓角、圓弧的設計 包括在外面的玻璃面板 它有很明顯的2.5D 甚至3D 的弧度 而機底也有很明顯的2.5D 的弧度修飾 整部機的四邊圓角的效果 完全找不到硬朗的地方 但到這裏 不能不給Credit Samsung 的轉軸 這次是很實正和很絲滑 它幾乎沒有虛偽的效果 去到哪裏就停實在哪裏 而小米 Mix Flip 的轉軸 其實都可以做到任意角度的圓停 不過在手動的過程中 還會感受到輕微的虛偽 但這裏 Leica 的 Logo Fario Summilux 的鏡頭 以及小米的 Logo 配在磨砂黑的機底上 以及它的字體 持平來說 它不像一部我平常見開的中國品牌手機 還有這個是什麼呢 在轉軸上有一個額外開孔 以及在外螢幕這個位置的頂框 其實都有另一個縫隙 其實這部機是可以關上螢幕 這個狀態之下 去掛電話 沒有手去開螢幕 其實它又可以開到 單手這樣拼開 買接機就是這樣用的 但假設你真的不想打開螢幕 可以直接這樣講電話 但這裏其實在螢幕的內側 這個頂框位置都有另一排的開孔 所以在打開螢幕打橫向時 這部機也有雙喇叭配置 它的聲音是怎樣的呢 Samsung Galaxy Z Flip 6 Samsung Galaxy Z Flip 6 至於其他的硬件規格 小米Mix Flip 都一樣配備 2024 旗艦機 Snapdragon 8 Gen 3 處理器 LPD-DI 5X RAM 以及UFS 4.0 ROM 儲存 最大的重點 小摺機上通常做得不好的散熱 在這部機上有比較大面積的 Favor Chamber 液體散熱系統 而且在小摺機上 普遍電池比較小 這部機都達到4700 mAh 的大電 還有67W 的快速充電 聽起來它的效能發揮和電池續航力 很可能有機會成為現在最強的細節 但實際的電池續航力和效能發揮 特別在高溫之下的應用 能否持續高效能的輸出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 到時候有新影片 第一時間可以看到 好 接著是螢幕 這次的外螢幕多到4吋 最重要是解像度到1.5K 460ppi 它在解像度上跟內螢幕做到同級 都是1.5K 而外螢幕去到120Hz 光亮度都達到1600nits 最高光亮度 陽光之下的即時最高光亮度達到3200nits 還有這幾年的螢幕科技進步後 到相機的位置 看到這麼細節 中間的層面都是螢幕 做到真正全螢幕的效果 這塊外螢幕是怎樣使用的呢 首先拍照時就做了全螢幕的Drew Preview 關閉機時可以直接開相機 或者開了主相機介面之後 都可以按這裡就有Drew Preview 入面這裡可以看到 外面的螢幕又可以看到現在拍攝的東西 讓它自己看看現在的畫面和動作是怎樣 之後就不用再咬了 內螢幕是一塊6.78吋 1-120Hz LTPO 材質的AMOLED螢幕 而它也擁有1.5K解像度 以及最高光亮度都達到1600nits 即時陽光底下的最高光亮度都有3200nits 至於相機部分 這次小米的細機Mix Flip 有兩個主鏡頭 包括有5000萬像素 23mm 的主鏡頭 以及另一個也是5000萬像素 46mm 兩倍光學變焦的人像鏡頭 好了 相機介面都有兩個Leica color profile 包括Leica Authentic 就是經典的Leica 顏色 Leica Vibrant 就會比較鮮豔 我自己的習慣拍攝街景或其他人時會用Leica Authentic 做到一個更加像Leica大相機的感覺 但是拍攝人 特別是拍攝自己或另一本 Leica Vibrant 出來的膚色會比較鮮豔 還有這裡在預設自動模式的影相 已經有了美眼效果 它是0-100度整體的美眼效果調校 不能逐步仔細地局部眉調 好了 這裡是前後對比 我們不放這麼大 去仔細問照 但是原本是這樣的 皮膚上的小瑕疵都會出現 但我開啟了美眼效果後 它可以拍攝出來照片後 已經有一個我可以直接放上社交媒體的效果 好 說到拍攝人 拍攝人像模式中 23 和50 都是實際光學變焦的焦段 35 和75 都是數碼變焦的效果 而這裡就有幾個預設經典 Leica相機 和 Leica 鏡頭的效果 好 這裡又有再多其他的設定 在原生用主鏡頭的時候 美眼效果就是0-100度 但是當我們用了這個外螢幕的 人像模式拍攝之後 好 叫我翻出去吧 在這裡 它會知道我自拍 在這裡的人像模式調校 就會再豐富多了不少 包括這裡有0-100度的油膚效果 膚色色調調 瘦面、大眼、細鼻這些 剛才提到所有人像模式的方法 其實都可以匹配用 Leica Portrait 的 Color Profile 以及在小米14系列新加的 Master Portrait 的調色 在我自己的經驗中,Master Portrait 拍攝人像 它會稍微將人像的光亮度、膚色提光 以及有輕微的膚色均勻和油膚質感 Leica Portrait 即是拍攝街上的行人 或者拍攝風景、人文攝影 它的質感和立體感就會再相似 經典 Leica相機的味道 五花濃度、一份操作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最後定價方面 香港有一個版本 12加512GB 有兩隻顏色 黑色和紫色 定價是$7699 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去官網看全套配件 以及預訂有什麼手購 例如優惠這些 但最後這次的旅程也有一點感想 想和大家分享 當然我們最熟悉和大家最大機會 接觸到的都是小米的手機 這次Mixflip的造工 外觀設計 整個package的完成度上 再加上定價 看得出小米的自信心 更加重要的是 這次整部機的設計言語 和Leica合作都有好幾年 而最近小米13系列開始 每年他們去到西班牙舉辦 發佈會 我都很有幸去參加 再加上電動車SU7 他們都做了 而這部車 再以至周邊配件和紀念品 都完全沒有廉價感 小米這個品牌近這幾年 好像他們很努力地衝出國際 去到歐洲市場去做發佈會 手機的設計和造工質感 越來越提升他們的檔次 而他們的車 除了小米的章和品牌之外 整個感覺比我很歐洲 小米好像脫胎換骨 或者是慢慢破簡而出 變成另一個新品牌 一、二、三、二、四 好 今次這個新機罰匯會 除了發佈新電話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周邊電子產品發佈 去了他們的小米電動車車廠試駕駛了新的SU-7 Max 看了很多東西 但工廠內不能拍攝 所以沒辦法展示給大家看 這方面的知識慢慢努力增加 但整體來說感覺像一部跑車道向的歐洲車 當然了 我自己比較多機會接觸他們最新的產品 以及接觸這個品牌 對於我來說 我的接受程度比較高 但對於全世界的觀眾 歐洲 美國的觀眾 或是你在香港的大家 對於小米這個像脫胎換骨的品牌 有什麼感覺 接不接受呢 這個唯一是有時間才能證明